根据群众的需要 经市医庆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 从今天请为大中专院校学生出疆复课 就学和患重大疾病等特殊群体 赴内地就医开启绿色的通道 上述人员是新疆健康码 判无中无期畅信码、绿码和近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 因信经所在社区核定登记后即可通行 上述人员获取核酸检测报告的流程如下 一是上述人员可通过社区包括干部 向所在社区提出进行核酸检测的申请 二是由市医庆防控工作指挥部核酸检测组统筹安排 市医疾控中心或其他有能力的曲线疾控中心 及检测机构在收到曲线报告 24小时之内组织专业医护人员上门现场采样 核酸检测费用由市财政承担 三是如上述人员在我市的全覆盖核酸检测中没有发现异常 可通过社区向曲线疾控中心申请 由曲线的疾控中心开具核酸检测无异常的证明 并加盖曲线疾控中心工章 符合上述条件的相关人员 由所在社区专人专车点缀点的接送 确保离屋的绿色通道安全快捷畅通